我明年考大学 可我对未来感到茫然 不知所措 我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大学 哪个专业 将来要做什么工作 在人生第一个十字路口上 谁又能帮我呢 这么简单的工货你都不会做吗 这就是我的母亲 生我 养我 也爱我 但我更希望她了解我 走入我的世界 问问我真正需要什么 而不是用她喜欢的方式教育我 青春期是每个孩子最迷茫与脆弱的时期 也是找寻人生道路和未来方向的时期 长辈的代沟 学业的压力 就业的选择 朋友的交际 爱情的懵懂 人生的方向 每一项问题 都是压在孩子肩膀上的巨石 在面对诸多青年人问题的时候 金菩提禅师从她智慧的角度出发 创立菩提禅修青年营 用更加长远的思维 来引导和启发孩子们 为青年人指导人生方向 绘画人生蓝图 以禅修的方法 开启他们的智慧 从青年营活动中 培养孩子们的定力 无恋坚强意志 传递博爱与关怀 在渔教娱乐中 启发了青年人的思维 更培养了他们的德行 与慈悲心 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将来是比较精彩地 去倡导自己的一声 菩提禅修青年营 一个属于青年人自己的团体 我们在畸变中锻炼口才 在比赛中团队协作 在户外培养独立自主 在绚丽的舞台上展现特长 在体能训练中增强耐力 在游戏中放飞自我 在旅行中坚定信念 在禅修中增长智慧 在绚丽的星空中编织梦想 在辽阔的蓝天下展望未来 我们就要证明给父母老师们看 我就是你们眼中的骄傲 我的未来 我创造 菩提禅修青年营 一个专注于培养青少年的团体 一个属于我们青年人的大家庭 详情咨询各地菩提禅堂 或者登入Facebook 搜寻菩提禅修青年营 来了解我们的相关资讯 改变从现在开始 未来由我创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